很多年 我覺得每一部電影都有自己的經驗 意思在裡面 今次這一部就拿到夢想和一些同現實的 這個慈善的一個secret superstar的一個launch 劉德華先生說的 講廣東話 當然啊 看你的戲啊 你的演唱會我是非常期待的 有啦 哥哥你放心 我不是王劉淡 你放心 那個的momentum 那個的you know the feeling you know the feeling regarding you know Hong Kong fans to AmeriCon and of course Andy Lau 其實大家都很熱情的 那 AmeriCon 和劉德華他們 當然和粉絲打完招呼 拍了相片之後呢 就去另外一個event了 去完另一個event 就晚上 如果昨晚大家有看ViuTV的話呢 這個第三十七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頒獎 AmeriCon 都是有出席的 而且他還要頒了一個大獎 給我們香港演員 古天樂先生 那究竟頒什麼獎呢 昨晚有看的你一定知道了 就是古天樂先生 憑著這個殺破狼 貪狼 這部電影 就拿了香港的 金像獎的 最佳男主角 那當然 you know Congratulations to him you know Louis Kuo 那其實我本身自己都很喜歡古天樂的演技 那他真是進步得很快 很厲害 那其實基本上 他在這個 speech 都有提過自己 其實他這次拍這個殺破狼的時候呢 他就說他自己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動作演員 那他就很榮幸可以參與這套電影 也都是其實我覺得其實他突破了自己 就因為動作真的做得很好 那不久將來我都希望古天樂先生可以 為我們香港的一群觀眾去 拍一套真真正正的武打片給我們看 那我說不說那麼多 大家可以繼續欣賞這段片 and I'm going to see you guys in next video 記得訂閱我頻道 還有不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究竟大家覺得 啊 Ameri Khan這次來香港 除了去做她的 movie 的 promotion 之外 那究竟會不會有一天 有可能就是 香港的演員可以出現亞洲 和Ameri Khan在印度拍玻璃的電影 又或者Ameri Khan參與香港的電影呢 對啦 那本身Ameri Khan都有提及 他本身很喜歡劉德華先生 那他亦都喜歡香港電影的 那我都希望不久將來 Ameri Khan是可以參與香港電影 那就you know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Peace Ameri Khan Ameri Khan 好… 很高興 好… 好… 我…我準備了廣告 是,這幾天真的很緊張 拿還是不拿呢? 但我坐在這裡,今晚 整晚我發覺一件事,最重要是 我們香港人 怎麼做我們自己的香港電影 不知道呢? 我從楚元叔取得中修程序獎的時候 我在TVB和他一起拍戲 我坐在前面那一陣子,正在等位置 當時我在演員,我問了一句話 楚元叔,你以前做導演的時候 你怎麼拍自己的戲呢? 他自己說了一句話,我學到今天 他說了一句話就是 記住,永遠…每一場戲,每一個對白 你不要放棄,埋到位置 再量度,再量度,再量度 因為一個好的電影是不能放棄的 謝謝 到Pauline獲獎 真的 我想我們現在很多香港的從業員 在現場大家都認識Pauline 真的 Pauline在我們心目中 不知道呢? 不要說到剛才那樣 是演員才認識他 不是 他整隊演員裡面 是一個開心果 很開心 他帶給我太多的歡樂 不是只有XO象的問題 不是 我很想說就是我們香港人今天要團結 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好我們自己的香港電影 這是我很想說的 好了,我不知道說什麼了 因為我其實沒有想過…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多話要說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說什麼 但我無論如何都要感謝 謝謝十破狼、貪狼的所有的單位 謝謝出品方、周遲華、唐在枝、余動 謝謝監製、Paco、鄭寶瑞 尤其是Paco,因為有一天 我跟他宣傳的時候 他無力投送了一個金牌給我 我說怎麼了?那個金牌還是龍 他問我,你帶著他吧 他會保你平安 我說很好 他說如果有一天這部電影獲獎的時候 你送一個金牌給他 我說好 因為他是一個金牌經理人 Paco 我很感謝這部電影的所有演員 因為大家都會付出 尤其要感謝洪金浩大哥 我不是一個懂得動作的人 他叫我去做 我相信 無論如何都好 出來是否好 我相信這部電影是群力去做的 做到一部電影 我們應該要做個電影 我非常感謝我的經理人 因為沒有他們 我沒有可能這麼專心拍好自己要拍電影 我非常感謝所有支持我的人 還有我很想很想 多謝我家人 我家人 其實我現在這麼大個人 我都和我家人一起住 我每天都說媽媽叫我起床 我不可以不和我家人一起住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最重要是有一家人的支持 就等於我們香港電影 我們要有所有我們香港人一起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做得我們香港電影更加好 謝謝 謝謝 謝謝